请你提起右手 说帮我走 帮我走 宣誓结束 南非第五位借由民主选举诞生的总统 66岁的拉玛佛沙正式就任 现场国旗飘扬 欢呼声不绝于耳 就职典礼在罗夫塔斯体育馆举行 全场民众加各国贵宾 估计有36500人 到场观里 在演说上 拉玛佛沙再次承诺 将改善国内萎靡的经济 和严重贪腐问题 拉玛佛沙所属的执政党 非中民族议会在这次选举中 因为受到前总统祖马的贪污丑闻 和经济停滞影响而元气大伤 在去年的国会大选上 光年轻族群就有600万人 没有登记为选民 支持度降到有史以来最差记录 此外拉玛佛沙也向在场 其他非洲国家领导喊话 邀请他们一起发展自由贸易 彼此帮助经济起飞 接下来几天 拉玛佛沙就要开始组内阁 他所选的人是否真的能帮助 推动改善国内现况的政策 南非人民都拭目以待 大海新闻 郑余权编译